1947年3月初 蒋介石调集了34个旅的23万军队 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 并出动了大量飞机来轰炸延安 是保卫延安还是战略转移呢 在王家平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室里 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今天的节目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 走进王家平去探访这座山沟里的统帅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次中央机关进行篮球比赛 朱德和任地时各领一队 打球过程中 朱德发现有的战士不好意思抢自己的球 就跟他们说 在战场上我是总司令 在球场上咱们都是运动员 你不拼不抢还能赢球 朱德篮球打得很好 投球命中率高 有时候看到他要投篮了 任地时就有意抱住他的腰不让他投球 朱德就喊 报告裁判同志 毕时同志犯规了 这种有趣的情景 常常斗的场内外的人笑成一片 朱德的窑洞里原来有一辆纺车 这是三五九旅的旅长王震送给他的 当时正值延安军民开展 自己动手风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 朱德先后八次赴南尼湾试察 指导三五九旅屯田肯荒 与此同时 他自己也身体力行 在窑洞前开辟了一块菜地 种了许多豆角 西红柿 辣椒 为了给蔬菜施肥 朱德每天天不亮 就提着粪框和粪铲 到大陆上去食粪 人勤地不揽 朱德的菜长得非常好 没有前线回来的将士们来看望他 他就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来宾 人们高兴地称这块菜地为小南尼湾 夜晚空闲时间 朱德和康克清就访起县来 遇到前来汇报工作的将士 朱德就先教他访线 然后再谈工作 这辆访车变成了许多战士的教练车 从朱德居住的地方走到前面 是只有一间瓦房的中央军委会议室 走进会议室会发现室内空间稍显聚促 面积只有30平方米左右 当年军委会议室 当时面对敌人的强烈攻势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经过讨论 认为敌人已是强弩之末 撤离延安才是明智之举 然而听说要放弃延安 很多人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 尤其是负责保卫延安的战士们 他们情绪激动 发誓要不放弃一寸土地 誓死保卫延安 为了做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 1947年3月14日 毛泽东在王家平自己的住处 接见了负责保卫延安的新四旅的 黄振堂 程月长 袁学凯等负责人 向他们耐心解释撤离延安的原因 这间窑洞就是王家平 毛泽东的住处 1946年1月 毛泽东迁到这里 一直住到1947年撤离延安 在这里 毛泽东耐心地劝解大家 要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 不要计较一成一迟的得失 少则一年 多则两年 中国共产党要用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同样是在这间窑洞里 毛泽东先后撰写了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极点估计 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歼灭敌人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等文章 这些文章通过分析当时的形势 满怀信心地告诉大家 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 全党对此有充分的信心 在撤离延安的前夕 毛泽东未请忘食地研究 解放战争的战略部署 研究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的战略战术 为了方便同毛泽东 周恩来研究转战陕北的战略部署 彭德怀也在这一时期 从早原搬到了王家平居住 面对国民党大军的兵临城下 彭德怀镇定自若地部署延安保卫战 3月8日 在延安召开的万人大会上 彭德怀做了 我们一定能够打胜仗的激情演讲 让大家安心地撤出延安 当时国民党军每天都派出几十架飞机 对延安狂轰滥炸 王家平更是轰炸的重点 炸弹掀起的气狼 把毛泽东居住的窑洞窗户震得直颤抖 彭德怀 周恩来多次催促毛泽东转移 毛泽东却充耳不闻 依然镇定自若地批阅各部委发来的文件 并坚定地说 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3月13日下午 一颗重磅炸弹落在毛泽东的窑洞前爆炸 警卫员捡回一块弹片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拿起来颠了颠 幽默地说 这好啊 运输队给我们送来钢铁 这块蛋皮还可以打两把菜刀呢 1947年3月16日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 由彭德怀出任西北野战军统帅 担负起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作战 掩护党中央和延安人民顺利撤出延安的任务 与此同时 毛泽东也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签署了 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 要求西北野战军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3月18日 敌人窜到延安城郊30里铺 已经能听到前线传来的枪炮声 彭德怀几次派人催请毛泽东撤离 毛泽东仍然不肯离开 下午4点多 敌人逼近延安 周恩来请毛泽东动身 毛泽东说 好吧 吃了饭再走 敌人要来延安就请他来吧 我们把窑洞打扫干净 桌椅放端正 茶壶茶杯摆放整齐 告诉胡宗南 延安是我们的 我们还要回来的 我等你现在祝福健中 är咨课 证据 吃 34 在水线和过净 留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张老照片就拍摄于延安光复的那一天 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重新进入延安城的情景 4月22日延安各界举行的光复延安的庆祝大会 在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人们走进会场的情景 现藏于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这些文件 是庆祝会当天发出的收复延安的紧急通知 这些珍贵的文件见证了当时令人激动的历史时刻